立法院的垃圾厂呢 被发现堆着宋北厢的过期快筛 原来这是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所丢弃的 仔细看这个包装呢 生产厂商居然是下满保态生物科技 而且是没有取得EUA 但是对此呢 陈玉珍受访他否认违规疑虑 说这一批快筛事迹没问题 清洁人一大早手没停过 因为立法院垃圾集中处出现大量纸箱堆积 打开包装才发现里头竟然是中国制的快筛 包装上全是简体字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和五人份 翻到背面看 生产日期2023月26 有效期限直到去年9月已经过期 每箱十盒总够三百箱 大量越洋快谁打哪来 主人原来是他 数万的居民在那时候很需要快筛的时候 每个人大部分的居民都有取得 我明文从处有好像立法院有固定配合的环保公司 所以是请环保公司过来清运 疫情期间快筛花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取得十万份 无偿发放给金门乡亲解决燃眉之急 只是包装上映的生产企业 厦门保态生物科技 生产的快筛没有获得卫福部EUA 按理说没办法贩卖赠送也不行 个别委员的废计物最好还是自己好好地去妥善处理 就是不经EUA授权 也就是违规不合规格的快筛 到底给谁使用 我们也觉得 当然没有问题 这个快筛事件还是经过英国认可的 英国政府买来送给英国人民的这个快筛事件 我记得 然后但是因为时间久了 然后现在也没有这样的需求工程升退 只是这批萨门保态生物科技捐赠的快筛 当时曾被爆料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以性能尚未充分 恐对健康构成风险为由 建议停止使用 不过全新快筛没用过 不能当作医疗废弃物 只能当作一般垃圾处理 对方在人来人往的立法院 难免成为交点 也苦了立法院的清洁人员 记者朝天林俊庭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脸书特勒说找政大教授 卢叶忠来担任民主基金会执行长 但是前一天 这民主基金会公布了政党代表比例 民进党比起国民党多出一席 因此引发争议 受基金会也赶紧将前立委罗志正 给移除代表 让蓝绿习次相等 但是民主基金会的作业六成 不够公开透明 因此也让外界质疑 基金会会不会成了蓝绿政治分箱的手金库 立法院长韩国瑜 前天接见AIT处长孙小雅 努力拼外交 依照惯例 未来韩国瑜也预计接任 被视为台湾二轨外交的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而现在韩国瑜也接级邀请 政大教授卢叶忠出任执行长 后续可能还有一些程序要进行 如果未来有机会 那我想我这边呢 就是勇于承担权力以赴 韩国瑜开始布局 民主基金会的人士 不过原本政党代表的比例 是民进党五席 国民党四席 民众党一席 被质疑是违背组织章程 因为按理来说 身为国会最大党的国民党 习次不该少于民进党 目前民主基金会 已将前立委罗志正 移除政党代表 让比例变成四比四比一 但人引发蓝营不满 你去变更这样子的一个 董事名单 这不是就是希望卡涵 怕你的虎牙被拔掉吗 为了就是不想要放弃 手中的小金库 对于民主基金会的安排 外交部不愿多说 而民主基金会2003年成立 一年有三千万的补助款 留给各政党各自提案 申请补助 也被质疑成了蓝绿两党 政治分赃的小金库 前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黄奎博透露 只要跟民主有关的活动 都可以申请补助 换言之 就是把活动主题 与民主连结就有钱可拿 也难怪蓝绿两党 都想抢下民主基金会 这块大饼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